我認為這一波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並沒有超漲 為什麼 因為蛋殼只是還他公道 所以以去年年底為止的基準 你去看的話 他將來的跌幅就會有限 但是今年第一季開始在小漲 對不對 第二季只要再漲 第三季只要再漲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漲多少就跌多少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 《工商時報》《財經相對論》 我是主持人 Jenny 根據國泰金控最新出爐的調查指出 台灣的消費者有70%的人 都認為在未來半年 房價還有可能會上漲超過3% 甚至有兩成的人認為會超過10% 自疫情以來房價的大幅上漲 已經讓許多人怨聲載道 覺得台灣的房價讓人高攀不起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 吉家王股份有限公司 李同榮董事長 來跟我們一起沙盤推演 瞭解未來的房價走勢 董事長您好 Jenny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市場最關注的 應該就是520新政府的上任 通常在新政府上任的時候 都會推出一些利多的政策 來推升台灣的房地產市場 那您怎麼樣看 這一次的新政策 還有可能再讓榮景持續下去嗎 新政府大部分新政府上任的時候 他520上任的時候 大部分發布重大利多的重大建設 大部分都會在年底左右 因為新的那個部會首長才剛上任 那這一波這樣看下來就是因為 去年年底本來這個房地產 第六循環已經要結束了 已經這個漲幅已經收到大概零點幾了 結果我們第四季因為這個選權 新清安這個專案貸款的機率 所以讓這個房市要休息的時候又甩尾 甩尾到今年第一季又碰到股市發燒 那股市發燒現在又疫情又是 電價又要上漲 所以呢一邊看好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數據 疫情有百分之十 這個有很多人 疫情會有百分之十的漲幅 不過有時候房地產是這樣子 你當然是你不可能說 這個大家永遠都是 房價都永遠漲 所以520肯定是會好的 因為這一波我在去年的時候就講說 今年的交易量會很活絡 但是呢價錢不一定漲很多 但交易量會很活絡 而且是建商最好移屋串逃的一年 也就是說建商的移屋過去呢 口袋很深都不願意降價 今年的碰到好不容易有這種市 剛好漲市上來 他就趁市就會可以很容易出脫 所以果然這上半年 其實移屋消化很多 那就是說520的這個預售的市場 肯定會好 但是我們要看這個下半年 下半年的變數會比較多 那下半年的重要的利空 當然囤皇稅了 囤皇稅但是基本上影響會有限 但是比較重大的影響是我們 這個全球的地緣政治跟兩岸的地緣政治關係 兩岸的這個關係呢 這個惡化機率是相當大的 就是說兩岸的還沒有建立信賴的關係 所以互相之間呢 這個對岸一定會推出所謂的這個 這個貿易 壁壘清單會拿出來檢討 所以影響我們經濟成長率 但是上半年經濟成長率一定會好 因為去年基期低 下半年經濟基期比較高 下半年經濟成長率 假如有一些變數的話 那對於這個高檔 技術高檔的房價就會比較不利 所以我還是堅持說下半年會比較偏空 市場上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圖表 這其實判斷房地產也不能隨便講 它基本上有幾個三十幾種變數 其中我把它整理出來十三個重大指標 你看包括經濟成長率 包括山率、利率、匯率、稅率 這個都會影響包括供給跟需求 現在供給量很大 但是需求量剛需也很強 所以等於是多空在拉鋸 還有包括人口的淨流入 還有包括通貨膨脹的整個因素 這是基本面 但是從技術面來講的話 那就這三個技術面就是 我們一般來講都有出生、主生、末端 那現在是在末生段 我們現在處在末生段 還有價量 前一陣子是價量背離 那現在價量俱增 所以這個情況還要觀察 那比較不利的是 開工量跟建造量成死亡交叉 也就是說開工量往下走 死造量、交物量一直出來 所以攻擊量一直出來 但是你開工量因為銷售率不好 所以開工量就會往下走 這個叫死亡交叉 這死亡交叉我們等一下有機會再分析 這個是技術層面 我們在分析房地產 再來就是說我們這個政策面 就打房 但現在打房大概也 應該無計可施 這個最重的打房都出來了 財政部、中央銀行全部都出籠 正這個稅制基本上現在只要囤盲稅以外 大概也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在這個2020年有租稅大 這個就影響資金層面就很大 還有重大建設 蔡英文上來他有前瞻建設 賴清德上來還有未知數 那麼盡在觀察 那當然還有不可測的消息面 什麼叫不可測 就是地緣政治 天災地變 像現在地震 那花蓮就受損 那花蓮房地產交易量肯定會不好 所以這幾個基本面這樣算起來 我們把它綜合來做評估的話 6度的表現 雙北市因為它這一波漲幅比較小 所以它跌幅就算跌下來 它也比較抗跌 因為它是淡黃區 那這一波大部分漲的都是蛋白區 那中南部漲的最多的 它會稍微 在下來的時候 它會下半年的話 它會稍微弱一點 那桃園會是最強 桃園是因為北台灣大都會擴大 那人口一直往桃園走 所以區域的表現 我們大概是下半年 上半年是價小漲量很火弱 比去年會大增 那下半年的量也會溫和 但是價會以盤待跌 所以全年度來講 可以說是價穩 但是量是真的 今年度 交易量有可能會碰觸到32萬 所以去年度 這個只有30萬多 所以今年度是量還會 大概 大概 今年的狀況會這樣 上半年好 下半年會比較 我個人覺得 變一個比較溫吞的情況 很多人還是會想要加入到房地產市場 那他們在挑選的時候 有沒有哪一些利基 或者是哪一些主題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 每一波每一波的漲勢都不一樣 這一波大家都說 過去大家都說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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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黃蛋黃蛋黃 那有 而且蛋黃來講還以指台北市 中南部都列為是蛋白 那現在中南部其實 六都來講中南部漲幅是勝過雙北市 那蛋殼區就是說二線城市 其實漲幅又勝過六都 所以等於是蛋殼漲幅大於蛋白 蛋白漲幅大於蛋黃 所以這一波假如是佈局全省的 尤其是建商佈局全省 大概都是大贏家 最大的贏家 反而是只有苦手在台北市 當然也不會虧損 因為現在大家都景氣都好 只是賺得比人家少一點而已 所以你在台北市的話 你看大安 信義 他們漲幅都比較有限一點 那你在台 新北的話 永和 中和過去是最強的 這個價格最高的 但是它漲幅並沒有零三蛋好 過去大家講零三蛋不要去碰 零三蛋現在是 六年來這個新北市大概漲幅是前四名 三個城市它是漲幅是前四名 所以你就知道這一波漲幅都是在潛力蛋白 但是潛力蛋白也是因為蛋黃 蛋黃的擴散效應 交通建設蛋黃擴散效應 所以現在你要去看房子的話 你基本上就要看 什麼地方有體材 而且它利多能夠實現 而且不會太長的 你說十年啊 你說十年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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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結當然有利多嘛 但是呢 基隆這個台北間 它要蓋十年嘛 航空城要它要十年嘛 所以反而是這個 航空城的周邊輕捕 它就會就會被拉上來嘛 就就就比較 所以你要看區域 但是最主要的 我還是要帶上就是說 未來是一個一個是一個軌道經濟的 未來假如這個房地產再漲一波的話 未來再漲一波的話 會從軌道經濟著手 那軌道經濟過去 我們高所謂的軌道我說建軌則發 建高鐵我指的是高鐵 高鐵現在比較成熟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站就是台北南港的比較成熟嘛 還有竹北這個算是也是半成熟的 青埔現在已經起來了嘛 台中反而台中高雄還沒有很 很強力的發揮 但是台中現在有所謂的 廣山的這個娛樂城 還有高雄這個這個北城計畫 會帶動左營 那現在的連嘉義都有這個華泰影城 這個所謂奧樂的商圈 那這些帶動你就知道 光台南的高鐵經濟 它光奧樂進去的時候 它一起還要蓋二期 它的這個整個的 整個的這個地價漲了三倍之多 所以這個情況就會發現說 大家過去從捷運軌道 現在未來從高鐵軌道經濟 因為一日生活圈 把整個台灣的縮小一日生活圈以後 中南部以後發展 就會不輸給這個北部的地區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今天我想要自住的話 有些人他可能會去買蛋黃區 因為他可能要住在那邊很長的時間 但是如果以後我有換屋的需求 或者是我有投資的需求的話 你會想住蛋黃區嗎 蛋白區可能目前還是CP值比較高 未來增值的潛力比較大的地方 蛋黃區當然生活圈比較好 但是相對我所看到的蛋黃區 都是非常擁擠的地方 反而現在的新興 重劃區的話 它商圈還沒有成熟 當然就不用講 它商圈成熟以後 你看它的公共建設道路什麼 都是非常棒的一個像台中 你看它從一期到十四期 這樣規劃 整個這個城市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對將來大家有幫助 大家大家會在想說 那房子蓋那麼多要賣給誰 那等一下我們再講問是什麼原因 好那董事長 除了剛剛您之前有提到的軌道經濟之外 我覺得科學園區也是去創造商圈繁榮很重要的一環嘛 比如說像高雄啊台南啊這些地方 都是因為台積電 或者是其他的科技廠去進駐了之後 帶動周圍的房價 那目前這個部分 您對於未來這些科技園區 它所帶動的房價趨勢是怎麼看呢 其實科學園區來講的話 其實這六年來 漲幅前十名的行政區 都是跟科學園區外域效應有關係的 包括台南新式善化 包括這個祖北 包括這個像現在的嘉獄 還有台南的南科 最重要南科 還有高雄的橋頭科學園區 還有這個整個南高的這個S 廊帶的這個科技走廊 這個一帶動的時候啊 它周邊的房價都 尤其橋頭 現在的籃子 籃子你看說 剛開始好像還沒有開工 現在要開工呢 這個一兩年就量產了 那救援人口馬上就進來了 所以他們那個區域的房子 最近那個區域的房子是賣到沒有房子 可以賣這種這種現象 所以你就知道說整個的科學園區 它帶動是就業人口 其實它是人口浸流入 它是一個基本面 絕對不是一個炒作的 所以它有就業人口 而且是高科技的就業人口 而且是高收入的人進來 他買的房子 他買的房子 他就有辦法買到 比較高單價的這個住宅 甚至於比較好的住宅 可是我們也知道科學園區 他們在過去五年房價大漲 甚至有五年上漲的幅度達到八成 那如果一般想要購屋的民眾 我要怎麼樣知道 這到底是泡沫 已經有點超漲了 未來我可以再多等一點時間 再來買房子 有沒有一些指標可以去觀察 科學園區你要看 它基本上它假如真正是它的量體 你看南科的量體 有的人說南科 憑什麼你要長那麼多 南科現在的這個這個產值 是勝過北竹科 去年是勝過竹科 所以它有那個產值 就有那些就業人口 所以基本上你去這種地方來講 你不用擔心 它有太大幅度的下滑 只是說我剛剛講的 外溢太廣了 有些地名都講不出來了 它也叫科學園區 那你就要小心嘛 那像現在的嘉獄 你說嘉獄 你看它馬朝後那個工業區 那個一期二期 現在都是都搶光光嘛 現在再來太保 太保所以現在有嘉獄的這個 剛剛講過的這個高鐵的這個 包括科學園區進駐 所以有科學園區加上高鐵兩個 重大的引擎 雙引擎的話 那就會更強 你就不用擔心 但是也不用一直迷思在於 說過去一定要買在市中心 那種蛋黃的概念 尤其是年輕人 你盡量往交通發達的交外走 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那想請問董事長 因為剛剛您有講到 那科學園區裡面最集中的地方 它可能就是科學園區裡面的蛋黃區 那有一些連路都念不出來的 它有可能就是蛋白區 甚至是蛋殼區 未來如果房市真的開始下滑的時候 它的跌幅啊 蛋黃區照道理來說 應該還是比較抗跌的 我們在挑選的時候 應該要去挑選蛋黃區 還是這一類的蛋白區 我這樣講好了 全台灣喔 蛋殼長了將近這一波講的 長了超過一倍 這個中南部呢 平均也都漲了差不多八九成這樣子 那這個北部地區大概五成左右 所以總平均大概是七成到八成之間 我認為這一波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並沒有超漲 為什麼 因為蛋殼只是還它公道 你知道現在銀件成本動不動都十幾萬 它各位數當然是一定要漲到二位數嘛 所以它現在是還它公道 並沒有超漲 我認為蛋殼 那蛋白呢 中南部是因為我們現在生活圈拉近了 所以它的過去積極低 像台南是過去十幾萬 所以現在銀件成本 佔他們中南部的銀件成本的比例 超過了兩成半到三成 所以它房價 假如漲了五成 其實它只有漲兩成半 並假如漲了八成 它其實漲了大概是四五成 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一波到去年年底為止 都沒有超漲 所以以去年年底為止的基準 你去看的話 它將來的跌幅就會有限 但是 今年第一季開始在小漲 對不對 第二季只要在漲 第三季只要在漲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漲多少就跌多少 你要記住這個基準點就好了 去年的第四季為基準點 上去漲多少就跌多少 那超漲的就會下來 其他的都還好 包括蛋殼區都還好 它只是在激期 激期比價效應比上來而已 所以它基本上是銀件成本把它 把它cover掉了 所以這也蠻符合董事長 剛剛有講到到下半年的時候 可能會呈現一個比較溫吞的狀況 這個時候消費者反而要保持 比較保守謹慎的心態在挑選 對啦 看你是自助還是投資啦 現在像有的人投資 像現在建商為了要促銷 他用很多的促銷手法 比如說他這個把工期拉長 把這個支配款壓低 那把那個單價拉高 原來比方說這個地方是30萬 他賣你大概36萬 抓兩成嘛 應該合理價是30萬 他賣你36萬 但是呢我五年以後叫屋 我給你60萬 一千萬的房子60萬 到底到交屋前60萬 那變成什麼 大家來賭啊 我60萬 我去賭將來 假如漲三成的話 一千萬漲三成是300萬 60萬賺300萬是多少 五倍嘛 一比五你要不要賭 你就笑了 所以這就有點投機的心態 那假如是 假如是房價沒有漲上去 反而跌的時候呢 我60萬就斷頭嘛 所以等於建商跟這些投資客 大家 大家不是對組 合著賭 那假如是 房價漲 大家皆大方形 房價跌 那大家都 這個 這個全盤皆末 就是你也 你也斷頭 那建商呢 他收到一些存貨 他也 他假如是小建商的話 他就經不起 就要倒閉嘛 所以這種現象 就變成說你 投資在高檔的時候 你要投資就要小心 當然現在把它當成期後 大家就在賭說 我五年後 就算你跌下來五年後 可能會再上去 就在賭這一波嘛 那這個是期貨概念 那我 我並不鼓勵是 市場是這樣做的 市場這樣做就是 假信需求太高了 所以目前的市場假如 沒有這一部分的這個 假信需求的話 他的剛需是讓他出來 這是很健康的事情 但是呢房價呢 控制到現在為止呢 我是覺得 大家勉強還可以忍受狀況 你再往上去是天花板 總價拉不高 但是呢 他拼命把面積縮小 所以情況 我們就很清楚 這個房價已經到頂 上去就是操漲 沒有惡化 上去就是操漲 你要記住 你不要上去 不要跟著追漲就對 但是你現在 現在基期 現在的基期 是安全的 他跌幅也不會太大 所以我們還是要 回到基本面來看 剛剛董事長有提到說 現價啊 那個建築成本 其實也上漲了非常多 通膨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其實就是去影響了 房屋的建造成本 可是鋼筋水泥啊 未來也有可能會 會因為徵收碳費 去醞釀漲漲 去轉價到房價上面 這些營建成本呢 綠色通膨 對於房價未來 會有很大幅度的一個衝擊嗎 一般來講 營建成本漲 當然要反應在售價嘛 這個是做生意人 沒有人願意虧損嘛 但是你從另外一個觀點來講的話 當然成本一塊錢 我要賣一塊五毛錢 那很正常的事情 我要賺錢嘛 這個就是說 在市場走上升趨勢線的時候 是OK的 它隨便都可以轉價 所以我們營建成本一直高 你再高 你加五萬 我就加六萬 加六萬我加七萬嘛 大家都反而都受益嘛 但是假如說 這個房價漲不上去的時候 成本還繼續在漲 那銷售率就會下降 就會自銷 那通膨存在 但是又自銷 就是停滯性通貨膨脹 那個時候就不好了 那就變成等個交易量就萎縮 所以一個概念就是說 不是說成本增加 房價就一定會漲 就要看市場的觀念 市場觀念就是說 它這個市場的機制 到底是上升趨勢線 還是它是在技術高檔 這個要注意 所以我們現在是技術面臨高檔 所以成本會繼續增加 所以才會比較相當危險的地方 還有呢 未來當然是探費的部分 是未來兩三年以後的事情 這些包括力能 包括什麼 成本以後AI再加上去 智能住宅加上去 那些成本都會增加 但是所有的這些成本增加 就要看你的個別的表現品牌 建商的表現品牌 它可以賣高一點價錢 但是呢 中小建商它就沒辦法 所以這個情況就會 以後強者會更強 弱者會更弱 中小建商會更難做 所以尤其是現在的這個融資 央行融資的限出 讓小建商 其實生存的空間會越來越小 所以發現除了地點之外 建商的品質也是很重要 它的信譽有沒有保證 我們也希望說自己買的房子 在未來它可以在轉賣的時候 可以賣一個好價錢 所以未來品牌的這個識別度會越來越重視 包括現在你看地震啊 對不對 被震垮了你品牌就會受損 沒有被震垮了 你就品牌就上來了 過去921地震 921地震也有很多建商 因為它的房子蓋了 這個過去它並沒有很大的殖民度 但是它的房子別人都倒 它周邊的都倒 它沒倒 它建商就馬上就一枝獨秀 所以建商的品質 的確是未來這個相當重要 尤其是耐震啊 各方面的結構安全設計 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現在看到 因為還是很多人看好房市的後續 發展還是可以持續的向上 那有些人想要買房子的話 他覺得說好 那我寧願呢 我現在先買一間房子 這個評數小一點也沒有關係 所以正確 有夠錢隨時都要買 不要聽別人講說等啊 房價會跌三層啊 會跌兩層啊 那個你是自信 自住的嘛 你就算跌了 你就 你也不會三兩年就賣嘛 我五年前我去台南演講 我說台南是未來六都漲幅最大的 台南人不大相信 但是結果呢 台南市就是漲幅最大的 他們說房子蓋這麼多要給誰住 你告訴我 我說兩代不同堂 兩代不同堂 我們這個中南部的很孝順 怎麼會兩代不同堂 現在他們拼命拿錢給小孩子趕快去 因為通貨膨脹 錢怕薄了 所以呢趕快拿錢 十個大概有八個九個 都是老年人拿錢出來 那一個可能是這個工程師 高科系工程師 自己才有能力 現在年輕人哪有那個能力 年輕人要拿錢拿出來買房子 他買不起透天啊 他當然就買新大樓嘛 新大樓坪數又小 20坪25坪要購住 所以那些新大樓賣給誰就賣給這些 你看到那個家庭付出再增加就知道嘛 那數據都不會騙人了 董事長剛剛講的 其實真的是有數據去證明 大家的消費型態好像改變蠻多的 房子都是越來越小 那因為內政部統計2023年 建物買賣的移轉平均的面積啊 已經跌破了30坪了 也就表示說大家現在都是以小房為主 我先能入手一間房再說嘛 那未來小坪數的房子 是不是真的會變成市場的一個主流 剛剛講的過說這個兩代不同堂啊 其實這個兩代不同堂 是持續在發酵當中啊 但這個效果還會持續 大概幾年會跑不掉 就是說陸陸續續有年輕人 他出來自立門戶 甚至於其實包括現在離婚率也多 當然戶數也會增加嘛 這是小部分啊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數據 我們看到人口的部分 你看到最近這幾年來 他的這個人口是在負成長 但是呢 加戶數呢 加戶數是在增加的 但是呢 他單位的戶數的人數又在降低 所以面積也一定是在降低 所以等於是年輕化去自立門戶 他買小坪數的房子 那家庭戶數增加 人口並沒有成長 但是呢 家庭戶數增加 這個就是數據裡頭我們告訴的 這就是兩代不同堂的發酵的效果 所以人口負成長的結果呢 我們看到死亡率一直在增加嘛 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嘛 所以大家會擔心說 那少子化以後 現在房價還有什麼利基可以去漲幅 實在是沒有道理 但是這個其實是這樣子 少子化他影響的是15年18年以後的這個 這個勞動力 因為他18年20年以後 他才有勞動力 才有生產力嘛 才有購物的能力嘛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呢 是不能忽視的是勞動力下降 所以人口負成長 我不認為他會影響到現階段的房價 所以不要很多人就說 人口負成長 你房價還在漲 漲什麼意思 這個跟這個是長線的 不是說他不會影響 他將來會影響 他是長線的 但是你會看到勞動力 我們現在勞動力 從這個20 這個從103年開始 105年開始 勞動力會急速往下走 那為什麼會往下走呢 我舉我們這個年齡就是 嬰兒潮時代出生的嘛 嬰兒潮時代出生的 嬰兒潮時代出生的 一個家家戶戶都生了 五六個小孩子以上嘛 那這些人呢 現在都到了70歲左右 他們是不是要退休了 他們沒有生產能力 那這些人又是嬰兒潮時代 現在的人口佔的比例最多的 而且是最強的 最有購物能力的 那這些人要退休了以後 勞動力下降 不但勞動力下降 這些人開始生病了 他開始要養活自己 要養自己的健康 他也沒有那個 未來也沒有那個能力再去 給錢給小孩子 這個去買房子 所以現在還可以 這個階段還可以買 拿錢給小孩子 到這個階段 這個115年以後 120年以後 這個階段 大概五年以後 大概拿不出錢給小孩子 平均拿不出錢給小孩子 那小孩子怎麼辦呢 他自己也沒有儲蓄 所以未來就變成會 租屋市場就會崛起 所以 所以未來的租屋市場會崛起 那現在大家還是 拼命有錢趕快買 就是以買代租嘛 那以後沒錢了 就是以租代買 所以每一個情況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的這個 這個房市的走勢 你都要去注意 所以董事長剛剛有提到 其實現在的年輕人要買房啊 對他們的壓力來說是非常大的 房價所得比也是越來越高嘛 所以政府的支持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像現在的新清安貸款啊 其實就有去支撐了房價的走勢 那這個效果呢 在未來會怎麼樣去做呈現 其實新清安貸款狀況 其實他是短期 他只有三年嘛 短期的效果就是短期效應 所以他支撐的就是短期 他不會支撐長期 所以三年呢 從第一年開始呢 就到第二年效率就會遞減 到下半年效率就會遞減 因為馬上時間會到了 他所補貼的這個這個利息 就會越來越縮小嘛 而且他其實全部補貼的這個金額 也不大幾萬塊 一千萬幾萬塊 這個了不起幾萬塊 但是問題是出在哪 問題是出在 他給你那個 從三年延長到五年對不對 從七成到八成 這個就給年輕人這個購屋的時候 這個會超過自己的能力範圍 比如說你沒有去算這五年 是免繳本金的利息喔 所以你只有繳席而已喔 沒有還本金喔 但是五年以後你所付的 每個月所付的是加倍 所以他假如自不量力的時候 一上傳的時候 就是很容易就變成巫奴 到時候他就要斷頭 所以這個情況是短期的效果 其實這個都是選舉效應啊 所以他其實過去我們在講打房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最重的打房是什麼 這個預售禁止嘛 然後預售禁止的時候是 央行現代然後財政部房地合一2.0 內政部這個五修法 然後禁止預售轉售 這個有夠重的 但是他跑到去 剛剛講的 跑到去長線做期貨了 這個就是你防堵資金是沒有用的 當你市場機制把它扭曲以後 其實你如果讓它漲高了 它自然會跌了 但是你現在漲到它主身段的時候 你就去加稅 它就馬上又轉嫁 那這個是其實是反效果嘛 那你已經用禁止轉售 已經用下去了 那再來就把市場扭曲了 它變成抑制了 它漲不上去的時候 又來一個新清安貸款 本來都要消 這個火花都要消滅了 它就又提油滅火 這個新清安貸款 就馬上又把房價拉上來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 因為信心很重要 購買的信心太強了 就是說大家 店家要漲 這個通貨會有膨脹 麵包一個四十塊變六十塊 大家心裡都會毛毛的 所以任何人都會怕 怕這種貨幣貶值的這種狀態 所以大家不買房才怪 所以剛需就會全部出籠嘛 所以新清安貸款 它基本上它可以發酵到 今年的這個第三季都還沒有問題 但是它慢慢的它效率會遞減 那如果年輕人 他在使用這樣的新清安貸款 或是他在買房的時候 有沒有現階段 最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風險事項 可以提供給我們年輕人一些建議 你要看你的自備款嘛 你最起碼一千萬的房子 你沒有兩百萬以上 是買房子是比較不安全啦 因為房價現在假如在漲 你再去買又貸八成 現在漲多少都有可能跌多少 一跌下來你就要斷頭嘛 所以年輕人現在 開始要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自備款的時候 不要以為說這個自備款很輕 或者是建商用了很低的自備款 很低的定金 你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要自己住也好 有能力自己住 沒有能力的話 我轉售給別人就可以賺錢 沒有那麼簡單 那剛剛董事長其實也有一直提到 現在通膨的問題 也是激發房地產市場的需求 開始上升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像在通膨的時期 或者是在市場非常好的時候 我們都會希望把自己的資金 去投資在 具增長潛力的資產上面 很多年輕人覺得說 股市應該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那以您的看法來說的話 房地產算不算是一個資產配置好的選項 房地產本來就是一個資產配置的一個選項 股市也是 當然說以前蔡政武曾經講說 房地產房屋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投資的 不是用來炒的 又補了一句說 不是用來投資的 這個是錯 炒 不能用來炒 但是可以用來投資 因為你有能力 你就可以去做投資 他也是有理財的一個配備 假如沒有投資市場的話 你去哪裡租房子 不是人家買來租你嗎 那個不是投資嗎 對不對 包租公司是不是投資 是投資市場嘛 所以一有租利市場就有投資市場嘛 所以包括商用的市場 都是人家買來租人家嘛 所以基本上 它是應該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理 但是跟股市來講的話 長線 50年來 它跟股市的漲幅其實是差不多 這30年來呢 股市的漲幅大概1.96倍 那房地產的漲幅呢 剛好1.95倍 其實這30年是剛好 前面20年也是差不多 漲幅大概4倍左右 那後面這一段呢 這個現在短線的股市是比較強一點 但是呢 股市它是波動的 你是比較難掌握的 房地產它是比較的這個 它變現性比較沒有那麼快 所以它不是要你賣就馬上賣 買就馬上買 所以它穩定性會比較好 所以它的 對我來講我認為 它的理財是比較 比股市稍微好 穩健一點 因為股市還要很多技巧嘛 那今天也非常感謝董事長 給我們那麼多景體的建議 那在節目的最後呢 也希望您可以再提供給我 我們如果想要買房的購屋族 有沒有哪一些最需要在2020年 列入到觀察清單 或者是放在腦袋裡面 好好去思考的幾個問題 在這個之前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概念 就是現在是在技術面高檔 所以景氣是在陌生段 那價量的部分呢 現在是感覺上量 這拉得很高 但是價格在小漲 但是有一個最不利的是 建造跟死照量的死亡交叉 這死亡交叉的概念 也不是隨便講講 各位看到這一張圖表 過去2014年的時候 死亡交叉 這個開工量往下走 死照量往上走 死亡交叉 房地產反轉 那2018的時候呢 開工量往上走 死照量往下走 這個是黃金交叉 所以2019開始呢 你看這一波就上來 這乖利率這麼大 但是到了這個2023年的這個第三季 開始呢 開工量往下走 死照量往上走 這個死亡交叉已經兩季了 那這一季看起來還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沒有爬上來 這個是對於技術層面來講 可以說是一個 基本上它是一個偏空的市場 只是你為什麼還沒有分工 因為它是 它是一個先行的信息告訴你 所以你要注意的 所以就等於是說 它的這些過去的銷售 有一些銷售率的問題 那講到未來的資產跟投資 我要講到說台灣未來 幾個十大重要的改變 你去從這十大重要改變 你就可以發現 你要資產跟投資 你要往哪個方向 一日生活圈 中南部會長線看好 所以你在中南部的人不要 也不要北漂了 現在也沒有北漂了 大家都覺得中南部很好嘛 它還有十年翻轉 還會有十年翻轉 高科技難以帶動就業人口 所以高科技就業人口的地方 它是會還有立即存在 兩代不同堂 所以新宅 還有這個所謂的單身貴族 所以小宅會盛行 所以你就知道小宅 它就會比較受到青睞 人口淨流入的地方 全台灣省人口淨流入的地方 包括台中的北屯 包括這個桃園的青埔 包括林口、三峽、淡水 這個都是人口淨流入的地方 它淨流入的地方 它商圈就越來越成熟 你就不要想到過去的那種鬼城的概念 一定要突破這種概念 然後它交通發展 像現在淡水 它現在還有淡江大橋 還有快速道路 三峽以後還有捷運 林口是因為有淘基了 所以這基本上已經翻轉過去的一些概念 那林口你去看看 但現在跟以前差很多 以後的循環 大家會擔心說 那少子化什麼東西都不好 那房子要賣給誰 經濟只要好 有一個立基存在 就是大販屋朝時代來臨 所以老房子很多 現在50年以上的 地震一來都很危險 這些都要太舊了 所以它還有一波可以有販屋的 就是舊販新的一個潮流 主要經濟好 經濟好的時候 這一波這個販屋朝就會帶動出來 所以對於未來房地產也不用太悲觀 但是呢 還是要跟各位講一句就是居高思維 我的話還是說在前面 2024年還是一個反轉關鍵的年 所以下半年是一個關鍵 大家要注意到下半年就會 開始會有一些信息 比較不利的信息要多去注意流利 今天非常感謝李同董事長來到現場 與我們對談 相信聽完了董事長精闢的分析之後 大家對於未來台灣的房市 都有更深入的理解 不知道大家在聽完這一集的節目之後 覺得台灣的房地產價格 現在是已經到了山頂 還是未來真的還有上漲的機會 歡迎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 大家的留言我都會看 而且都會在未來呢 持續的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按讚訂閱跟分享 工商時報財經相對論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